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互提 欢迎收听由黎玉智为您带来的黎玉夜话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特别小编 我是黎玉夜话老鱼 我是喵喵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黎玉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讲的是租房子 上来就来 对因为之前我们上一期是开学 开学不一别就该租房子 应该是租完房子才开学 准备好了 也可能是大家还去租着 然后就回去了 是 咱们今天其实开始之前 我只想说 这几篇投稿 让我就基本上告别租房子 太他妈诡异了 我都要讲脏话了 得挑着点 第一篇稿子 我这边来自于科夫奥特 叫S 就是县县的拼音 我们称它为小县 也可能是县第一声 称它为小县 我喜欢这个名字 他说 他看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说湖南的孩子都逃不过 毕业了要去广东打工 是吗 我不知道 问问育友 所以我把它留着 也是想问问育友 是不是 咱们湖南的育友会 真的有这种 大家都要去广东打工的 这个经历 或者说这个需求 然后咱们县县就和两个好姐妹 一起踏上了去深圳 当牛马的苦日子 他们的工作地点 是在深圳 租房的价格 此外是比较高的 前三年 现前是跟他两个朋友 住在城中村 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 但是直觉上 他不太喜欢住这个现在的房子 干脆到后面就不租了 也就是到了第四年 也就是二三年六月份 去年的时候 咱们小县的朋友 小夏 把北京的工作辞了 在深圳找到新工作 来深圳跟他同居了 也就意味着 他和他的这个闺蜜们 还终于分开了 自己跟对象住 这个小夏 他给我的全名叫做夏合 然后想到了 那个大名苦派 说夏合对住房的要求 其实比他要高的 比咱们特好人 他新看的一些 一试一听 小夏不喜欢 都是陈同村 最后在租房软件上面 看到了一个小区房 因为这个小区房的价格 普遍偏高 所以都是通过 这个软件和别人合租的 说这个房子的位置 位于保安中心 下楼两步就是地铁 过马路就是一万成 这个地段繁华 感觉上是非常舒服的 加上他们租的这个房间 是阳格 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 所以两个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怪异 或者说没有预料到 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钱花到位的 这肯定贵吧 肯定是贵的 这里他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首先这个是他租房子的地点 他用圆圈给标出来了 同时应该有一个租房子的价格 确实挺贵 2600多一个月 你想他是租了一个隔断房吗 是一间吗 对 那可能这个房子里面分成四间 是 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 一个月产生的价值要一万多 比咱俩还要高呢 我们俩有点没有用的 你别说我之前在南京租房住的时候 也是住这种房子 就是一间房格出五间 这东西也太看运气了 万一这个旁边人就没素质之类 对对对 而且关键是他有消防隐患 对 我们回到故事 在这个房子住了一年多 他们俩人大病小病都没断 就各种生病 这个投稿人小县认为自己是一个 1米68身高120斤的强壮女性 但是短短三个月 是扬了一轮又一轮 紧接着是呼吸道感染 一直没有好 去医院查就是肺炎 多年不犯的这个驯马疹也犯了 而且没过几天又尿血了 紧接着就是尿路感染 吓得他几乎是天天跑医院 是 但是去医院一查 医生说你这个不是尿路感染 说你喝水喝少了 而且长时间久坐 熬夜晚睡 坐稀有问题 导致了这种尿血的情况 可能是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那咱们小县也没在意 既然不是尿路感染 我就先搁这儿吧 那是 一直到了9月28号 他记得是周四 他和对象就一起去吃饭 就是小县那天下班早 他就坐地铁去找对象吃饭了 吃完饭一起回家 在乘车的时候 他下楼走到第二个台阶 倒数第二台阶踩空了 就直接跪地上 给他对象拜了个早 我哟 磕了一个 当时是脚踝钻心的疼 他意识到估计是伤到脚踝二爷很严重 直接两人打车去了医院 拍了很多骗子 好在是没伤到骨头 应该是严重的软组织磋伤 他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 国庆出去都是他的对象小夏 推着轮椅带他出去 他以为过了两个月 就养两个月就没事了 没想到是半年 做了将近小半年的轮椅 半年后这个脚还是阴影作痛 他大概是每走几百米 就会一瘸一拐 可以说是非常严重 那时间到了24年的1月份 这里他说他们的房子 6月份到期 所以两个人一直在商量着 到底是续租还是换房子 那除了室友用厕所的垃圾 不会就是及时清理吧 其他他们觉得也没啥问题 挺正常的 房间阳光也充足 小区环境也好 离公司也近 对面就是个大商圈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 也就是到这个时候 小县也不认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倒霉事和房子有关系 也就是倒霉算了 一直到了一个很寻常的夜晚 小县说我可能是做梦了 但感觉这个梦是被强行插入了我的脑袋 一个凭空出现的女人 半身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轮廓 脸看不清楚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你怎么还不搬走 赶人走啊 对赶他走 小县直接给吓醒了 吓醒之后就赶紧叫这个对象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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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这儿 我做了个梦 就在这个时候 小夏转过身来 看着咱们小县 就见小夏突然把两个手圈成了个圆圈 放在眼睛上对着小县 而且动作特别缓慢 她被吓到后背发凉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小朋友 他会把那个两个手卷成两个圆筒 像望远镜一样的那个姿势 再看 就看他对象这样看 这里特别的微妙微笑 他给我发了张图 是个小蛤蟆雕塑 眼睛还放亮光呢 特别有意思 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一点都不恐怖 这个图 他就是告诉我们 他对象当时是用这个姿势 虽然不恐怖 但很诡异 当季咱们小县也懵了 又怕又气 直接用手 推他说 你干嘛呢 你吓到我了 夏和被这么一顿推 也弄醒了 马上半抱着这个小夏 说呀 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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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轻轻拍着他的背 哄他入睡 刚刚他也没醒 对 可能是类似于梦游的这种状态 那小县呢 以为这个对象已经正常了嘛 他平时也会这么抱着他 哄他入睡 也就慢慢的 在他的怀中陷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上呢 他又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昨天晚上干嘛 把那个手啊 这样搁在你上面 好恐怖啊 这个夏和听完之后也懵了 他说 我完全不记得 我昨天晚上醒过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事 我不可能把什么手 放在眼睛上面 这么幼稚的这种动作 那小县想了想说 你早上忘记孤姐正常 当时你也睡得迷迷糊糊的 你哄我睡觉呢 也是下意识行为 于是没说什么 也是上班去了 这个时候 夏和突然给他发微信说 我要买一把陶木剑 为啥 他就觉得这个房子 估计是有点问题 有这个玄学层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要解决 买把陶木剑 这个小县呢 就顺着他话说 然后就说 哎呀我没事 我也没有那么害怕 那夏和倒是说 是你说的 吓到我了 肯定是惹到什么 不干净东西了 不管有用没用 我们图个安心 那陶木剑他当即就下单了 但是呢还没到 那个周末呢 小县想出去走走 感觉脚呢 好了不少 可以锻炼一下 因为崴过脚之后啊 他们俩基本上 没怎么出去玩过 那夏和也是因为啊 这个他的对象的脚崴了嘛 也没出去过 于是呢 两人在聊完之后啊 决定去爬山了 对就直接上大的 上强度 夏和其实一开始 是不让小县去的 觉得你这个脚还没好利索 你现在爬山 负担过大了 对吧 但是小县说 我是想去呼吸一下新鲜呼气 而且我们不一定要登顶啊 我们可以爬到半山腰就结束了呀 他这么一说 小夏觉得就夏和觉得 可以可以可以 一切都很顺利 爬完山两人就回家休息了 这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作用 上了两天班 小县觉得 这个我的腰腕真的是越来越疼了 但不像是久坐的那种疼 他说 我反正躺着应该就没事了吧 但是我坐下去会疼 于是呢他躺在床上 他躺在床上之后啊 他的颈椎开始疼了 腰是不疼了 这我就不太能共情啊 因为我的颈椎是躺了就舒服 就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那所以他周末呢 干脆去医院了 然后他这个把这个情况 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说了 我估计这个朋友啊 知道一点这个事情 然后也挺关心咱们小县的 他就说了一句说 你注意身体啊 你今年都去医院去多少回了 小县算是一语被惊醒了 他说不完全统计 我今年已经去了 至少有将近小社会医院了 他说确实很不顺利 那我对象下回要买这个桃木剑 差不多 正好对应上 他到了医院呢 跟医生说明的原因 医生说小问题 你这个呢 无论颈椎也好 腰也好 应该是你长时间不运动导致的 运动完呢 你的腰和你的颈椎受凉了 所以现在怎么做呢 针灸一下就好 到这的时候 这个小县回忆起了之前的那个梦 说会不会是房子的原主人 不喜欢我住在这 还是说这个房子的风水有问题 那他在去查这个对象买的这些玄学用品之后 他查到一个五滴钱 五滴钱可能是有用的 大家呢 把他给在门上挂着 可以防住煞 这个时候 咱们小县想起来 他们住的是9A 应该是个单元号 那9B的大门和他们是直接相对着的 那个9B的门口好像就有挂五滴钱 哦 他们也有 但是他不确定 因为咱们这个小县之前是没有留意过这种 叫玄学物品的具体形象和数量的 他说也不知道对面挂的是五滴钱 还是就挂了一个铜钱装饰 还是六滴钱 对 那不管如何呢 等唐木剑到了之后呀 他干脆就直接挂在了自己房间门口 同时又额外增加买了两串五滴钱 挂在了家的大门两侧 还买了个葫芦挂在床头 这里可以看一下 他把这个唐木剑挂在什么地方 挂来挺高的 他说本以为事情至此就结束了 没想到 我投稿的真正的诡异离奇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哦 那挂上唐木剑之后呀 小县心理上是放松了很多 他说有可能是自己心理暗示的原因 但之后的一个周末 他喊上夏合去爬山 因为就医生叮嘱他说 你们就你啊 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吃量 就别过量运动 所以这次爬山 他们不仅是没有爬到山顶 在整个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 基本上没费什么力气 这个夏合还调侃他说 你都没出汗 等他们爬完山 打算在外面随便吃点 毕竟现在这个运动方式很健康了 生活方式也得跟得上 所以就准备吃点什么青食之类的 找了一圈没找到 确实感觉不太干净 就算得 还是回家吧 买菜回家吃 截止到此一切都很正常 等他们买完菜 再回家上楼的时候 电梯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看这栋楼的两部电梯都在维修 就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还因为什么什么检修啥的 他也没听懂 没去仔细听 说你们麻烦您两位啊 做一下货题 或者呢 你们等一会儿 我估计十几二分钟就修好了 就有一步就可以用了 但当时小县和夏合刚爬完山 一犹未尽说 爬楼上去 也别去找什么货梯了 只是从电梯厅走到楼梯间的时候呀 小县撇了一翼啊 那个电梯维修员 说感觉怪怪的 为什么怪啊 说这个电梯维修员的眉宇间 有一股阴异让他觉得有点发毛 啊哈 隐藏发黑那种吧 我脑补的也是差不多 那紧接着呢 两人就开始爬楼了 一直到三楼都没啥问题 有没有记得之前他说的 他们是住的九 九A 对对对 等他爬到四楼的时候 小县已经开始微微喘气了 想着说 你夏合你走慢点 我们休息一会儿 夏合走在前面嘛 当时夏合比小县大概高 三到四级的台阶的样子 他抬头喊小夏的瞬间 看见这层楼的安全通道门上 竟然也挂着一把桃木剑 哇 这楼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款式和家里面那把 极其相似 就感觉是听多多批量 他的订货这种 但是小县有点当机 这就指着这个剑 对他的对象说 你看 这里也有一把桃木剑 批量货呀 那小夏呢 就是夏合啊 闷闷地回应了一句 那回应完之后 小夏觉得 你回应我了 估计你累了 又不想多说话 他也没把这个事 当成什么事 就继续往上爬了 诡异的是 到了四楼的安全通道门 门头上也有一把 一模一样的剑 哦 以至于我们投稿人小县 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他揉了揉眼睛 确定啊 确实现在墙上写的是四楼 也有一把相同的剑 夏合发现之后 又有点发闷 就说 哎 这是流行挂桃木剑吗 怎么楼梯间里面都是啊 原来挂剑的不只是三楼和四楼 其实在二楼就有 只是二楼呢 挂在门框的边上 当时小县走路是低头走 没去看 但夏合看到了 那情况就开始轨迹起来 两人呢 不约而同的就闷不作声 开始拼命爬楼 希望能赶紧赶回九楼家里面 现在现象也奇怪说 为什么不去看看 电梯是不是修好了 而是我们闷头在爬楼呢 那恐怖的是 从四楼开始 每一层楼的门框上 都挂着桃木剑 有的时候还会搭配一个八挂镜 非常的鬼 确实这一点就有点 稍显不太正常 因为八挂镜也是屈杀的作用 但一般会挂在自家门的门外 没有人会把它挂在一个 消防通道 对对对对 你要挂在店铺门外 我能接受 你挂在消防通道里面 寓意所为呢 兴起民众嘛 啊 党大大门外 啊 是是是 还这么说有道理啊 我们回到稿子 那当时呢 他们两个人咬着牙爬楼 但是要知道 他们之前已经爬过山了 那体力再好也吃不消啊 等到到了九楼的时候啊 不说头晕眼花 但基本上是上气不接下气了 下河没有多等啊 赶紧一个掏钥匙开门 没想到他在那边捯饰了半天 没把房间门打开 就一直 就是房门就是打不开 就在小县张口要问的时候 这个门啊 自己打开了 不是自己开的 是有人替他们在里面 把门打开了 不他家啊 可能是合租房的 有的这个其他的人 有可能 但是不对啊 说打开门的是一个孩子 看上去六七岁的样子 个子很矮 所以下河当时挡住了 小县的视线 让他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孩子的面容 下河倒是愣住了 那以为是合租室友带回来的孩子 或者是房东的孩子之类的 估计是准备张口问话的 他话还没说出口 这个时候小县正好侧身站到了他的旁边 就看到了恐怖的影响 这个孩子啊 就像几天前晚上下河一样 把双手圈成了个圈 放在眼睛上 对着小县 哦 看到了 就跟下河那天晚上 望远镜 一模一样 就用手比做了个望远镜的造型 小县说 可能咱们听来 或者老于你看这个稿子的时候 没觉得什么 但是你设身主地的想 同样的动作 我又看到 别人最多是会心一笑 觉得小孩子 你还有点可爱呢 对啊 但是我联想到的 只有那个晚上 下河做了相同的 诡异的这个动作 让我不免打了一个寒战 其实或者说 他打倒了 后面的事情更恐怖 为啥 因为在最多两秒钟之后 从这个门里面 又走出来一个大人 一个成年人 看上去估计少说四十岁 也可能是更老一些 是个男性 他竟然跟孩子一样 把双手圈成那个圈 放在眼睛上 对着小鲜 为啥都看咱们投稿人了 没错啊 诡异的事还没结束啊 这个男人身边又出现了一个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性 也是一样的 把双手圈成那个圈 放在眼睛上 对着他 哎呦 然后热闹了他说 他用的热闹这个词 因为门里面 又出现了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 以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 都这样 对 无一例外 全部他妈把手 圈成那个圈 放在眼睛上 对着小鲜和夏合的方向 啊 夏合不会现在 也这样吧 我去啊 你这个太恐怖了 还好他没有啊 不然我估计投稿人 真人要没了 蹦跪的 小鲜是当即吓傻的 一屁股就摔到地上了 夏合也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说 对不起对不起 开错门开错门了 我们是住隔壁的 嗯 当然了 就像你说的 如果夏合也这样 我估计小鲜人要炸 是啊 当时小鲜的第一反应是 他说可能有点得罪人啊 他心想 这些人不会都是鬼吧 嗯 很难不这么想 没什么得罪的 然后第一反应是 你跟鬼倒什么签 这这这 对这个夏合说的啊 还没等他给出具体的反应 夏合就拉着他转身 几乎可以说是连拖带拽 把他硬扯到这个电梯旁边 然后就说 我们赶紧坐这个电梯下楼 嗯 小鲜以为是他要逃跑什么的 但是他说 真的开错门了 你没有发现 这里他妈不是9A 是9D 到9D去 9D了 你别说是真的 他们不仅是开错门 他们甚至走错单元门 全错 嗯 他们住的是9A 9A只有9A和9B 他们走到那个9C和9D的那一种 直接去旁边一走 但不管如何 这一家人也太恐怖了吧 他是这样讲的 那之后还是相对顺利的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单元 回到了自己的合租房 一切呢 都归于平静了 只是在后面的日子里面 他也在也真的不敢乱跑了 你不搬走啊 嗯 目前没搬 搞得到是结束 夏合也没看他 也没圈个手看他 就怕哪天晚上夏合又持续这种情况 吃东西吧 玩完了是吧 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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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人没事 人没事 好在人没事 我完了 不是什么情况这是 就可能没有那么的贴脸 但是细思极恐 不是 是是是 我圈个手吗 你不是给我看那图了吗 就是咱们录音手 我其实没有看到嘛 就之前给我看了 对 就圈个小手 就还挺童真的 是 是吧 比如小孩这样 确实挺正常 中年也这样 老人也这样 一家子全这样 哎 他们圈的时候有笑吗 嗯 投稿里面没说 我不确定 边圈边笑 我不跟我 对 你你圈的时候 基本上是把五官遮住了一半 然后你就露一个嘴和鼻子外面 然后嘴开始笑就更恐怖 是啊 我知道我混那种反过来圈 就是学蝙蝠夹一样 哦 这个就反正这种刻板行为 在我看来是刻板行为了 如果说它变成了一个群体效应的话 你无论啥 你哪怕做一个 耶的手势 我都会觉得有点恐怖 对啊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对你 耶之后 然后身边的人全部对你开始 耶 都这样 而且会怀疑 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 所以我想的是 可能这个房子 或多或少 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它 里面这些辟邪的物件 好像过于的密集 嗯 而且其实我听到一半的时候 我会觉得 小夏是不是受了影响 才会去买这个头目件 对 他担心这个对象害怕嘛 就没跟他讲具体的 嗯 就说哎 我买了为了辟邪 你也别问为什么 不 我意思就是 他有了做那个手势动作之后 就是为了融入旁边的隔壁 就是我们都得有一把头目件 那咱们现前听到这稿子之后啊 他估计要骂你了 对不起 把一个本身有点诡异的事情 说的很格外恐怖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怎么去面对对象 现在应该好了 对 现在应该解决了 那不管如何 我们也是祝他俩后面 真的是平安顺序 没错 那第一稿到这 好 今天第二个呢 是咱们B站的月娃 他让我们喊他水牛 嗯 水牛还挺有意思 水牛应该是个 怎么讲呢 嗯 嗜酒的人嘛 哦 他投了好几篇稿子 有一篇说 哎呦 不好意思 我中午就喝多了 哦 这种特别好玩啊 意思就意思 他投了不少篇 我们先来一个啊 是前几年发生 他说一个挺悬的事 应该是口罩中期发生的 刚解封那阵子 嗯 那天呢 正好是正月初四晚上 他过年了 水牛呢 就跟自己两个发小啊 两个姐妹 一个叫H 一个叫M 嗯 就约好晚上一起喝酒了 啊 我也去买衣服呢 符合人设喝酒嘛 嗯 HM 原来呢 就已经约好一起跨年的 但那天正巧有事啊 你演两天 我演两天啊 就到这个初五了 哦 他们是跨农历年是吧 嗯 是 那投稿人记得挺清楚啊 就是当时在他老侄儿家 开的一个烧烤摊里面 还是赶到二厂来的 刚开始喝的时候啊 这三个人很开心 那小H呢 脑子一抽就把咱们水牛手 拽过去 嗯 跟水牛侄子又要了 跟中性比 就黑黑笑着 跟咱们投稿人说 哥 玩你画我猜 吓死我 干嘛 我以为要个中性比收 来我们玩个比先吧 这样 盘子还没做呢 哪那么快动作 是是 头短人挺不愿意的 说 你画我猜 玩是挺好玩 嗯 不好死啊 哦 一溜画到处都是是吧 是 反抗了一会儿呢 肯定是没溜过这位妹妹啊 这妹妹也就身拉硬拽着 水牛也就算了 玩就玩吧 画了画了 这位小H呢 这会儿就一边看着自己手机 可能是照着什么形象 就一边在水牛手上画着 嗯 水牛呢 就你让他画呗 就边喝酒 边刷着B站 能感觉到这会儿小H应该已经醉了 嗯 他这一补充啊 说他们三个人呢 酒量自己最大的 爱喝比较急的酒 可能快酒 嗯 这H和M呢 爱喝慢酒 正常来说啊 青岛能整个一箱子 问题不大 习惯性就看了一眼 这小H喝了多少 这个画材侠是三瓶 应该没醉 那等过了十几分钟啊 他画完了 捂着水牛手就问他 猜我画是啥 捂着手谁知道呀 就感受笔触嘛 感受走线嘛 那水牛肯定是不知道啊 对啊 小H手一松啊 水牛就看手上画了一个很抽象的财神爷 哦 哦那跟初五确实合命 是 水牛说 真的 画得太丑了 嗯 当时自己就说啊 啥玩意儿 顺手就一个劲的用纸巾 沾着水开猛擦 擦着擦着 发现旁边小H没动静 嗯 另外一个女生 小M反而在旁边一板正经玩手机 咱们头肯定抬头一看 这会儿小H直接哭了 啊 他也跟你一样懵了 那应该什么情况 咋啊 小H说我费这么大劲 那么认真给你画的 你说擦就是擦了 哦 但我们听着挺正常啊 水牛反而是更懵了 嗯 到底啥情况啊 这我妹妹应该不会这么矫情啊 心想这才三平下去不能醉了呀 是 其实是醉的这种感觉 对 也没办法 那只能连哄带道歉的 旁边小M其实看这情况也懵了 跟着一起劝 劝了半天呢 小H不哭了 也不说话 嗯 又喝了一会儿挺晚的 他估摸着心情也缓过来 啊 三人也就结账走 因为喝了酒嘛 三个人是骑电动车回的 也算酒驾啊 哦 对 骑电动车也不能喝酒 哦 那我又不要剪掉呢 那小H骑着车子就跟着水牛靠挺近 嗯 突然他又来活了 第一日头就说 哥 我要撞你 我要撞你 啊 嗯 还没等咱们水牛反应过来 他妈妈真撞上来 水牛直接给飞出去了 喝假酒了吧这是 你不觉得很怪吗 头感人也说挺怪的 嗯 他一百七十多斤大汗 哦 这小H撞完之后是原地倒 并且当时是并排撞的 嗯 而水牛反而是直接飞出去好几米 哦 确实不对 那膝盖呢都磨破了 还好只是膝盖受了点伤啊 嗯 小H摔倒之后啊 好像是清醒的一样 问头感人 啥情况啊 那旁边的小M也啥眼 嗯 当然水牛就说 你撞到我啊 大姐 你问我啥情况 对 爬起来之后呢 小M把小H扶起来 发现小H眼角啊 破了个口子 用纸巾啊 还给他擦了一下 还好不算严重 小H这话说 我有点心慌害怕 他可能是清醒过来 嗯 水牛就叫小M说 你直接回家 然后把电动车一停 就跟小H说 今天晚上我带你回去得了 我送你回去 我感觉有点不对 这半路上 我晚上就一寻思 正月初我已经猜神了 对 等到了这小H家楼底下 那天晚上其实没有封的 但水牛注意到 他家楼对面车库上 挂的灯笼 全都无封自动 哦 自己呢 也是瞬间起了一身忌皮疙瘩 他没敢跟旁边小H说 直接呢 就送到他家门口 跟家里叔叔说了一下情况 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嗯 水牛说小H这人啊 原本是不太信这些邪乎东西的 直到第三天呢 两人又碰面出来吃饭 他突然跟自己说 哥 这手机壁只出毛病了 嗯 水牛说 咋的 让我看看 小H呢 手机壁只 是个财神爷 啊 只看到那张图片 好像是不太对 嗯 就没有居中 整体好像往右上角挪动了 不说 啊 头后还说你有毛病啊 你这图片不摆正 你弄那么偏干啥 小H这会儿有点害怕 说我一直没动他 他之前是正着的 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去 我处理了一下伤口就直接睡了 嗯 第二天看手机才发现就变成这样 我一下子呢也懵了 缓了一会儿水牛才问 那天晚上呢你到底啥情况 才喝几瓶你就醉成那样 小H这会儿也给问懵了 不对啊 我记得我喝了十几瓶呢 两人降了一会儿 他找小M微信上问了一嘴 才得知水牛没骗他 他就更奇怪了 对 水牛又问你为啥撞我啊 创就创美还一直念呢 还有啊 当时你是不是照着这手机壁纸 给我画财神爷 小H又不会了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些记忆 哦 水牛这件事呢 其实就到这边结束了 但是我这边 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篇关于财神爷的 嗯 我一边讲啊 好 这事呢是咱们客服号的 叫天马行空 行星色色 咱们喊了小马啊 小马回忆这事呢 是发生在上个星期去赶集 嗯 这搞得挺久了 估计是上一年的上个星期 哦 我以为你说这搞得挺久 估计是16年的 估计是青年年初投给我 嗯 他买菜的时候呢 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我看这边也挺懵的 他说买了一把香回来 嗯 啊 就烧香又现香 估计是 就家里面如果有祭拜一些东西的话 倒还正常 如果没有的话就很乖 你听着啊 嗯 之后呢 他不知道用什么杯子来插香 就用了个冰红茶的瓶子 切了一半 然后在里面装满了 自家门前的土 那我看来他之前就没有这个 对 于是他晚上就插了三分枪 拜着这个财神爷 哦 他还好 三个 当天晚上小马就拜完嘛 洗澡回房就在床上刷视频的时候 就听到这 敲窗户声音 来了 砰 砰砰 砰 砰砰 这样 他说 坊间窗帘呢 是关上的 平时晚上也没见过有人敲自家窗户 嗯 这次敲了一会儿呢 也就不敲了 他呢 没在意就继续刷手机 过了十分钟啊 又听见敲窗户声音 和上次的旋律是一样的 砰 砰砰 小马呢 没管 过了一会儿 又不敲了 他看了一下时间 十一点三十八分 就准备 我关灯睡觉吧 床上躺了一会儿 这声音又出现了 敲的呢 还是一样的旋律 那到第二天早上 这小马不知道为什么 早上又给财神烟烧了三根香 晚上又烧了三根 深夜呢 他在房间用QQ给朋友聊天说 突然听到这话 自己房间门有东西在敲的 哦 进来了 也是一样的旋律 咚咚咚 这样 敲的足足有半分钟 嗯 小马说当时自己已经汗流甲背 不敢出去了 在房间呢 既是和朋友聊天 不出意外的 窗户那边也开始响 小马这会儿还是安慰自己 估计是飞蛾什么的 看到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开了灯 就往窗户上撞 趋光性 但想想也不对啊 这两天敲击声啊 都是有节奏的 嗯 小马呢 也不敢想 根本不敢去一探究竟 直接就关灯睡觉了 什么也不管 那是一只玩Ricky的飞蛾 啊 雷鬼飞蛾 哦 第三天早上 他去拉窗联手 发现啊 这窗户锁居然是开着 就把这个锁给敲开了 啊 反正肯定不是飞蛾啊 嗯 他呢明明记得 昨天晚上拉窗联手是关上的 可能是自己记错了 而且这会儿在房门口 他发现了两只死的虫 看上去呢 死了很久 还有一只身上已经有蜘蛛网 都变成干尸了 哎呦 不像是昨天晚上刚死 啊 但自己昨天在门口 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两只虫 突然出现了 还扫地呢 这些事呢 投稿人都归结于巧合 继续研习这两天培养出来的传统啊 早上烧三根香 晚上也烧三根 还烧 当天晚上和朋友打电话正聊天呢 这电话打了一半 果然又听着窗户响 嗯 一样的节奏 过了一会儿呢 不敲了 小马是故技重施啊 心想着早点睡吧 相信科学 嗯 这现象应该是小动物 但当天晚上 他睡到凌晨三点左右就醒了 是被冻醒 嗯 小马就奇怪啊 我睡前这么热 怎么到晚上温差这么大 嗯 他就拿起手机 开着屏幕 想把这电扇关了 结果一亮屏往电扇那里照 当时就给他吓了一把冷汗 小马看见床边上有个女人 蹲在风扇旁边 侧面对着自己 而头呢 对着风扇 两只手捂着脸啊 就像在哭一样 哎呦 上半身啊 有衣服的样子 能看的还算清楚 下半身啊 完全是看不清楚 后来小马是不知道自己 吓晕了 还是没开三度 装不知道 睡过着 第四天 咱们头盘终于觉得 这事太喜了 自从自己买了箱 败财神 就接连不断 发生怪伤 他赶紧就把前几天买箱都给扔了 这箱会连同瓶子也给扔了 哎 还好反应过来 就他说 从那天开始 真的 他就没遇到过怪事 敲窗户 敲门 都没有发生过 那事呢 就结束了 我生怕你稿子里面突然就说 从第四天开始啊 他就开始上四根箱 我靠 不能上 其实有 有说 有的地方是上四根箱 哦 有的地方就确实是上四根箱 但是确实在好像常规认知里面是神三鬼四 他这个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行为就有点怪怪的 嗯 当然也有可能他没有交代清楚 他为什么突然就想买箱 并且拜财人爷 对对对 这两个事其实都和财人爷有关嘛 嗯 我就查了一下 他确实 可能在初五当天是有些忌讳的 就你不能拜那种没有开过光的 或者就是 没有灵性的这种神像 嗯 会出现一些不坏的事 也不能说一定有怪事了 嗯 反正就是一种忌讳嘛 哦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过一篇稿子 是我们的投稿人 他 常年祭拜的一个香炉 然后不知道明明 弃用了 嗯 但是没有做任何操作 没请掉 对 然后有野魂租进去 是 是 这些 没有开光的 一个实体 其实很容易注冬一进去 嗯 我们挺多故事有类似的 对别乱拜啊 这东西 对对 还有那种 学校里面 雕像不是 对对对 经常会住东西 是是吧 行 那也是感谢咱们这两位投稿人 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 好 我最后来一个 有点短 回到我们租房子的事情 它的B站叫做 E-L-L-E-N-K 我们把它小E 好吧 他说呢 他在考古我们的第一期视频 发现啊 他跟我最早第一期视频里面 女朋友 前女友前女 说的那个鬼压床的情况啊 有点像 尤其是莫名其妙的咳嗽 连带着咳得沸腾的那种 嗯 他前年呢 他跟自己的男朋友啊 搬到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了 跟我当时那个房子差不多 日照时间很少 因为难免有个高楼 导致了他们这个屋子啊 是被遮住的 啊 所以呢 他是从中午12点 到下午两三点 也就是阳光最热的时候 阳光最渗的时候 他找不到 嗯 那我那个房子 因为是西晒 可能就是 纯的地理结构的原因 那小E说呢 之前中介 在他们看房子的时候 他发现啊 南面屋子靠近窗户的墙上 就是飘窗的一部分了 写着一个日期 很高啊 写的那个日期啊 几乎是挨进房顶了 哦 是一个手写的日期 大家这里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给我们发来照片了 这个位置真的贼高啊 嗯 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刚过 日期写的是 2022年4月 几号他是忘记的 这边也看不清楚啊 他觉得可能就是 之前的住户 在居家无聊的时候啊 就这么写上去 你无聊写这个啊 哎 这张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是 有写日期的地方 但是已经被盖住了 仔细看是能看出来 是有过补期的这个痕迹 嗯 那由于这个房租很便宜 他们当时呢 逛了别的同家位的房子 都只能租到 现在这个房子 一半的面积 而且这个房子呢 还带了一个 十多平米的大露台 他幻想了一下 在这个露台 跟男朋友看心听的 浪漫场景 哦 当下想都没多想 就直接给定下来 太蛮紧了 搬进来时候呀 发现 哎 这墙上的日期 没了 嗯 房东说可能是因为墙阴湿 然后这个霉点 把这个日期盖上了 那确实看房的时候 有一些墙会有一点小霉搬 所以咱们小易 并没有在意 但现在想想房东的这种 遮遮掩掩的行为 多少有点怪 嗯 而且搬进来之后呀 慢慢的咱们小易发现 很多细小的琐事 就觉得这个房子 更奇怪了 比方说啊 晚上有时候就会突然 咣当一声 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 或者是叮咣一声 他为了看这个猫呢 就他家里面养的猫啊 在客厅里面装了监控 但是监控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掉在地上 哦 而且他去客厅检查 也发现 客厅的地上一览无余 根本没有什么 应该能发出 叮咣声音掉下来的东西 干干净 对 这个声音起码 你不说大小吧 起码是个金属 嗯 对吧 那这里小易补充说 他家里面 确实又养几只猫 经常这几只猫呢 会追一些东西跑 男朋友说 哎 估计就是小飞虫 但无论如何 他们俩是从来没看见的 也就是说 猫追着一个 看不见的东西 那后面呢 就更诡计了 我觉得后面这事啊 是我觉得难以解释的一个事情 前面我还能合理发 他地上会突然多出一些小孩子的东西 是玩具吗 哎 比方说啊 粉色的塑料小珠子 粉色的巴比娃娃贴齿 还有类似于那种国产奥特曼的 动漫人物的小玩偶 哦 就很小啊 拇指大小 但是就出现了 大自然的柜子 大自然柜子还行啊 他说啊 一般都是扫过地没多久 过一会儿再看 就很突兀的多出这些东西 嗯 他俩是怎么和理话的 小义和男朋友说 哎 就肯定是在什么角落 被猫猫给拨出来 嗯 但你架不住 一而再再而三啊 所以呢 小义是安慰自己说 哎 这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租户啊 掉在床缝啊 这个柜子缝里面的 就给咱们小猫掉出来了 哎 放心放心 不要乱想 不要乱想 嗯 但是危险的情况出现在有一天 只有小义自己在房间的时候 突然从头顶上掉下来一个钉子 哎 就是钉子在空无一物的天花板上 突然掉下来砸中了小义的头 这上面是有什么传送门吗 太诡异了 他说我的头顶真的就是一个天花板 连掉顶都没有 这里他还给我拍了张照片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就 就一个灯 哎 这个灯呢 它不是那种 装钉子的灯 我可能这样说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西顶灯 而且除了钉子一般 在之后的有一段时间里面 他说在给我翻这个 就是之后事情又掉东西了 他给我翻这个手机里面 拍天花板照片的时候啊 拍到了一个他男朋友被砸到的东西 是一个弹簧 我去 这都是啥呀 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大个弹簧 不是那种小弹簧 如果看不到图的话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有半个巴掌那么大的一个弹簧 我建议先搬出去住 但这边还是要续租 你过段时间小汽车就下来了 就馈赠新的东西 越来越大 是真的挺大的 我个人猜测这个弹簧 可能像床垫子里面的那种弹簧 对吧 然后小弹说 真的是凭空掉下来的 虽然他俩搬进来之前啊 确实找了宝洁 做了全无清理 但是为了不自己下自己 他尽量去合理化这个事情 但是男朋友就调侃说 哎 估计什么平行时空 给你扔过来的 那确实呢 他们俩坐进来之后呀 有一点运势低迷的状况 而小弹有一段时间 整个人真的横横真诚的 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哭出来 一度以为自己是医院症 还去医院看了医生 但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 而且那段时间 小弹经常晚上啊 无法入睡 连续的做噩梦 他说之前自己是 沾枕头就睡觉 还经历了好几次鬼牙床 就是他最早说的 我的那个第一期的稿子里面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我不是稿子 是我自己发生的 最开始是简单的动不了 后来几次越来越严重 什么梦中梦啊 还有一次很明显的看见 床边有一个黑色的影子 并且这个黑色的影子 物理接触过 怎么物理接触过啊 一开始是拽他腿 拽了他直接从枕头上掉下来 从枕头上 对 又把他往下拽 拽了个十几厘米 而且后面还舔他的腿 他觉得如果说我再不行的话 就被咬了 昆丁 但是他醒过来之后呀 就发现 哎呦 男朋友不见了 嗯 不在屋子里面 就人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隔壁沙发上 害怕了 接连着几次鬼牙床 或者是从鬼牙床清醒过来 然后翻过身 睡又没牙 又醒 就这样反复反复 周末几次 给他整对点发毛了 嗯 他就翻出来 之前自己去寺庙旅游 开光的这个手串 带上了 并且开始放大悲咒 再往后呢 小义把这个卧室的镜子 用布给遮起来了 因为对着卧室门口 放了一个小镜子 那这些梦呢 就慢慢的不做了 但是他的身体 却出现问题了 开始是咳嗽 他说跟我这个 前女友是状况一样的 就感觉肺道咳出来了 但是以为是 当时口罩的原因嘛 所以 一直等到医院开放之后 才去检查肺 拍了片子 也说没啥事 心脏也查了 气管也查了 都显示没问题 就是莫名其妙的咳嗽 咳得很严重的那种 同时呢 他也觉得心脏不舒服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做了心脏的检查嘛 总觉得喘不过气 感觉只要在床上躺着 就像有什么东西 压着胸口一样 坏了 这不和我一样吗 啊 我觉得那段时间这样 现在好 我以为你长年这样 没有 那小易是 跟你相比 他做了一个非常对的啊 嗯 他去医院把所有检查都做了 各种检查都显示这个 很正常 什么CT啊 彩操啊 各种都做了 嗯 没啥毛病 直到最后 他跟男朋友养了一只小狗 而这个情况就慢慢慢慢变少了 基本上没有怎么做噩梦 嗯 一直到了养这个狗啊 过了两个月之后 他们这个房子到期了 两人一直决定说 不住了 两人搬走了 哦 稿子到这儿结束了 哦 确实是怪事 没法解释 嗯 这哪来的 这小弹簧 就很细碎 但是他又完全无解 哎呀 我觉得你要是 鬼啊 装什么的 我们明明做节目做的多 还能解释一二啊 这个掉弹簧就很诡异了 是楼上熊孩子扔的 他怎么扔到屋子正中间的呢 这是他每天就是训练的技巧吧 扔一个抛物线进去 我以为你说他是凿臂借光 有个小洞 应该实在没法解释这个 完全无解 天花板莫名其妙掉一个物质 对对 掉一个实打实的东西 啊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些 妙妙说的物质是有照片的 是啊 那行 那今天好像也差不多了 嗯 虽然今天我们的这个租房事件 都是遇到怪事 但是我们也听大家 租房子大部分时候呢 还是OK的 只要注意一下卫生啊 各方面就行 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余友们 在无论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 都一切顺利 一切平安 没错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